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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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們上流攻略 今週我們又請到一位新的嘉賓 但未介紹你之前 Thomas 你究竟幾點鐘起床 我呀 我平時七點鐘 起床閃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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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 你又幾點鐘起床 你早上聚會的時候我才起床 八點鐘左右 也不是太遲 因為現在好像很多人習慣 都將工作時間 作息時間越推越遲 但今天我邀請回來的嘉賓我朋友 我們就有個花名給他 他叫Five AM Guide 因為他早上五點鐘起床 Ian 你猜他做哪一行 做哪一行 做麵包 搭報紙 我印象中有時去到很夜街 或者當去完朋友家 不是說去店 四五點才回家的時候 你在街上見到什麼人 就搭報紙 或者是新鮮出爐的麵包的時候 麵包師傅就會做這些五點鐘 還有點心師傅 其實都是服務性行業 要預備定 你早上有麵包 有點心吃 Sanian 你可不可以介紹自己做哪一行 你不是叫Five AM Guide 有名 其實我五點鐘起床 就是跟現在跟那個職業有關 但我剛開始五點鐘起床之後 就純粹因為個人的興趣或是嗜好 或者希望有些轉變才會這樣做 現在我其實就是在一間投資銀行那裏 做地產的分析員 現在就行業需要 因為早上我們是七點多鐘 就有早上聚會 早上聚會的意思就是 我們要跟美國那邊的同事 大家剛好十二個小時對調 他們晚上收視七點鐘 我跟我們早上七點鐘就要開會 所以現在 但是視像的嗎 不用 我們用普通的職業就行 不需要視像 純粹聽聲 聽聲 即是八爪魚那些 但以前當初為何會五點鐘起床 其實真的要多得Thomas五少 他那時候就介紹了一本書給我 那本書今天也帶來了 就是Robin Sharma 賣廣告 免費賣廣告 他有一本書 其中裏面有一個篇章 教我們 其實如果你想生命有少少改變的時候 不如早點起床 其實跟我們中國人的道理一樣 早起三招成一日 其實裏面講的東西都是一樣 那時候我就沒有這份工作 但已經開始五點鐘起床 這個習慣 就是因為Thomas你在書中 你出的書當中提過 就是有這本書 就介紹給他看 其實我是第一次見Stanley的時候 我想跟他吃飯之前 我想想想想 跟他說不如送兩本書給你 所以其中一個 他問我有什麼好書 我說我去買了這本 這本書 為什麼都要買廣告呢 就是一位加拿大籍的人士 他以前做律師 後來他退休之後 就是提早退休 或者轉行 不做律師 那他做什麼呢 他就專門周圍去講話 做什麼 motivational speaker 教人 如何改善生命 這本書我為什麼這麼喜歡 其中一本書 就是因為他當中有幾十個篇篇 每個篇篇都是一兩半 說一個 我叫生命中的小智慧 如何令人生更加豐盛豐 看完我就很喜歡 我覺得每一個篇篇 看又簡單又容易學 你肯不肯跟著另一件事 我介紹給Stanley看 但其實那時候 也沒有 不是很難推銷他五點鐘起床 其實我真的想問一下 多口插句 為什麼當初第一次見面 你已經覺得這本書很適合這位朋友 我覺得 我自己很相信一件事 做人或多或少都要做些事情 令自己的生命有些改變 叫Walk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英文 所以那一陣子我看了很多 正面思維 改變人生的書 這本書我看完 我很喜歡的原因 其實它裏面全部很簡單 但英文又很顯淺 每個篇篇也很短 所以很容易去看 他講了一百幾十個 生命小智慧 你喜歡就拿一個或另一個去做 所以跟Stanley聊天的時候 我就說不如送這本書給他看 其實送給他看的時候 沒有想過他會說五點鐘起床 因為很多人後來問我 我不是五點鐘起床 其實我都不是五點鐘起床 我現在間不中有五點鐘起床 是什麼原因呢 有時候公司 因為我們國內有些業務 要去四五線城市 沒有直航機香港 要去深圳坐飛機 要八點鐘起床 要七點鐘去深圳機場 所以五點鐘起床 那我都覺得很多人頂 我五點鐘起床很簡單 以前讀書時期就走遠足 或者真的坐早機 通常五點鐘起床之前 我都是睡不著 落落亂 因為你睡了又怕起不了身 那你就很辛苦 很輾轉反側 那索性不如不睡 那也是的 五點鐘起床 其實不是經常發生的事 基本上可能隔幾個月才一次 那OK 可以頂得到一兩天 或者上飛機休息 但你現在五點鐘起床 你一路工作時間是多少 其實我現在的行業 工作時間是比較長的 例如早上七點前 我六點鐘回到公司 那我想晚上工作到七八點 是最低限的 那有時候可能會再晚一點 十三個小時 其實在我們的行業來說 就算是比較短的 但如果之前來說 我覺得五點鐘起床 聽起來好像很恐怖 其實可能你把它移動回頭 如果你可以十一點鐘睡覺 其實五點鐘起床 也有六個小時 也有六個小時 或者十點半睡的 就是六個半鐘 這個是很視乎你自己的 生活的節奏 我覺得 很多香港人 或者年輕人 喜歡晚上去玩 那我就睡了 所以晚上十點半以後 就不會叫Stanley 因為你已經睡了 沒錯 但是你譬如 會不會 工作時間是十三個小時 你睡了六個小時 那六加十九 其實另外那幾個小時 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都是坐車吃飯 都沒有什麼得正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沒有人生呢 但如果反而 就是因為你為了改變的人生 而一定放棄了一些時間 去娛樂 或者可能跟家人相處 那會不會 這件事是可能 其實如果五點鐘起床 現在就為了工作 但如果說回之前 那我那份工作 就比較他條 之前那份工作 那時候的工作 因為太他條 下午就其實沒有什麼做 變成就會覺得 其實如果我每天如是 早上九點鐘回去 那我都已經是比較早上班的人 每天早上都是我去開門 我都在地上執行報紙 但當時已經是八點多了 其實已經在說 每天就覺得好像沒有什麼 生命上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每天好像消耗 很消耗每天的延燒青春 那時候就看到這本書 那一次去一個商業旅行的中間 飛去新加坡幾個小時 好像剛才Thomas這樣說 這本書的英文很顯錢 其實那三個小時 我看了兩次 因為我看了一次很棒 但又好像有些東西 不太記得 看多一次 看完之後 我就提醒了其中一樣 就是好像這個 幾能夠試一下 向前下一步 如果五點鐘起床之後 我會不會人生有些不同呢 因為每天都好像剛才說 這麼形式化的生活 也都好像工作上面 沒有一些的突破 那不如試一下五點鐘起床 五點鐘起床 我會做些什麼呢 其實一開始就是去 一定是 酒樓都沒有開 因為五點鐘起床的時候 我發覺 早上坐巴士 其實是跟什麼人一起坐巴士 你猜不到 巴士司機 因為巴士司機 都要坐在車廠開工 然後其他的 會是有些 剛才說的 一些公公婆婆 都會有 但是我那時候 就選擇了去游泳 那時候 Thomas除了介紹這本書給我之外 另一個 的分享 就叫我 喂 你們好像瘦猛猛 做一下運動 很健碩 對 做一下運動 他們覺得整個文藥書生 做一下運動 對 我想很好 五點鐘起床 可以什麼做運動呢 要不去做 做健身 要不去游泳 健身也未開 那時候我選擇了去維園那邊游泳 因為可以游完水 洗完澡可以上班 吃完早餐 五點鐘餐廳開 我早上好像開六點鐘 因為我住得遠 睡到六點 遊到七點 吃完早餐回公司 其實都只是八點鐘 還很早 當我回到公司的時候 你看看其他人 好像剛剛睡醒 下巴士 我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那個感覺其實挺舒服 挺舒服 但你家人會不會說 你五點鐘起床 吵架著我睡覺 不會 那你不會真的 啵啵啵啵 我又不會說 又要吹頭又行 很簡單 很靜 都很簡單 OK 但是譬如 你這個習慣是運行了多久 由你相識Thomas 當你看完一本書 你也不是一朝一夕 是可以發生到的 這個習慣 我想因為本來我自己 都是偏向早起床的人 所以其實我由當刻開始之後 基本上我想過去 應該兩年左右 其實我都沒有怎麼停過 就算我現在一至五上班 星期六日可能都要 休息或者睡 但是我早上 現在的選擇 都會是星期六的 早上八點鐘 就去健身 因為反正 其實如果我八點鐘去的時候 我已經比平日睡多了兩個小時 我覺得很精神 都賺了 賺了 但是Thomas你推介他這個 但是你有沒有五點鐘起床 我真的懶得 我基本上 就算放假 我也是七點鐘起床 喵喵喵喵喵喵 就是吃完早餐 去健身 做運動 我自己練一下歌 阿Sam你問一下 你五點鐘起床 兩年好多久 其實你覺得對你人生 有沒有什麼奇遇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 我想最大的變化 可能是在事業上 因為我剛才說 我以前那份工作 就比較偏僻 又沒有什麼做 正正是由於我五點鐘起床之後 又剛巧被我碰到一個機遇 就是說有一個朋友 介紹了我現在的工作給我 我見我現在的老闆 他說正正常常的面試 然後最後他問了一句 我們這裡要七點鐘起床 很早起床 你可不可以嗎 然後我就馬上帶回去 我五點鐘起床游泳 所以他聽完之後都覺得 很印象 他也很印象 或者他也很驚訝 香港沒有人會五點鐘游泳 除非你是外國人 可能會喜歡這樣運動 我想 我相信 其實有時候 這麼幸運 就是因為這個習慣 我相信也因為這樣令到我 有現在這一份工作 OK 即是做到你自己最想做的事 即是一個習慣改變了你的人生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但其實中間也沒有計算 你想去試一下 你書中也有提到 所以永遠都是這樣 有時候我覺得你做人 你堅持做一些 你覺得你應該要做的事 是對的事 你就不要想著 做了這件事 就一定要有什麼成功 是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很多 好像Thomas 你經常說 Steve Jobs 你很喜歡分享 那些怎樣加入你的想法 是呀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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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起這個 炒開小話題 最近我都有一個 挺有趣的經歷 即是雖然 沒有什麼重大事情發生 前陣子我認識了 我想都可以公開說的 一個香港很有名的品牌 即是美心飲食集團的 幾位總經理 你知不知道我的朋友見到我 第一件事聽 我跟他分享這件事 你知不知道第一件事 他問過什麼 有沒有魚餅 你猜一下 有沒有節 食飯生的節 我不是 十個有九個都跟我說 這樣好了 以後是不是 封袋不用飯 不用排隊 那些少爺都跟他說 其實人家集團 分很多飯業務 我認識那位 就是負責西餅的 所以那些人就跟著問 Sandy問 第一件事 是不是買餅卡又節 有時候我們看的事情 真的太狹窄 一定要想到這件事 有個好處 買股票 你今天給我的號碼 買完 明天早上升完 我下午便可以沽 但有時候我覺得 做人的事情 未必真的可以一對一 認識到我的朋友 對我的生命有什麼改變 我不知道 不過其實 這個小小的經歷 對我 也有 我心想 我不是真的禁工 認識到這個人 就有好處 我以後 喝茶 就不用排隊 或者買西餅 有個特別的頭 但有時候做人不是這樣 只不過我是堅信 不斷去認識多些 有質素的朋友 對我生命 怎樣都有好處 這個我覺得反而比較重要 但選擇有質素式的朋友 是很難的事 有時候要遇到的 你自己有質素 你會遇到有質素的人 當然是 那你自己整個屁股 當然有狀態 我當時覺得自己的質素高了 我認識多兩位 但是 你在五點鐘這個期間 剛才你說運行了兩年 你一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都很不習慣 其實一開始一定會 我想其實所有事情的改變都一樣 叫你穿一條鬆身褲 穿一條紮身褲 你都很不自在 就是一些改變 其實我自己這樣想 就是 你只要 你可以去做幾天的話 其實將會成為了你的習慣 我當時在我的床頭 就貼了一張紙 一定要起床 頭一次起床 很困難 很困難 那當然要再睡 然後可能有少少的掙扎 然後可能都被平日早起床 然後我就算了 都起床 做一些平日不會做的 可能無緣無故去 早點上網看報紙 或者早點叮個包吃一下 但是我之後過了大約不夠一個星期左右 那就真的將這個成為了我的習慣 那就更加容易去想 到底我是可以去游泳 可以去做健身 還是 開始會多了選擇 給自己 因為多了時間 所以就多了選擇 可以選擇 但是我這樣突然想起一個 又是少少擦開的一個話題 就是我們讀書 讀了這麼多年 從小到大讀書 早上媽媽都好像獲產 那樣剷小朋友起床 其實這件事我覺得 從小開始教育小朋友 應該怎樣早起床 這個概念 想清楚 家庭可以教育他們 可以試一下貼紙在頭上 讓他們試一下有個目標去進行 其實我自己相信每一個人 其實那個系統是有習慣的 我想你想想幾千年前 那些人所謂日出而作 日日儀式 其實看到太陽就起床 其實現在我想 如果Thomas特別多 你大陸同事 你覺得他們晚上很早吃飯嗎 是呀 有時五時多就叫吃飯 因為他們在北方 那天早一刻 那天早一刻 那天早一刻就吃飯 其實這已經成為我們習慣一樣 你要我們六點鐘吃飯 可能下午茶都未落格 是呀 很多次都是 不過我想其中就是 有一件事 你自己要有一點堅持 就是你堅持你所做的事 其實是對是好的 所以不要管你旁邊的人 覺得你五點鐘起床很奇怪 十點半睡覺 十點半睡覺 十點半睡覺很奇怪 我認識的現在很多 八十好 九十好 好像習慣了把生理池中 推得很厚 晚上有空去唱K好 蒲巴好 甚至家裡上網 沒有兩三點鐘睡覺 我覺得不是很適合的 其實這就是生活的習慣 我自己選擇了 我寧願早點睡覺 少點上網 或者做一些 大家晚上上網 不知道做什麼無謂的事 那我就剪掉了那裡 令到自己早上做多一點 對自己身體健康有用的事 反而真的 說起上網做了無謂的事 經常有時 就是打開 開了一個Yahoo 然後關上它 突然又關上Yahoo 又關上它 有很多時候 很多朋友都有這樣的習慣 我試過在Facebook打出來 然後你們有沒有人讚好 一大多人讚好 很多例子 就是發覺 原來其實大家浪費了很多時間 都是做一些 我簡直說不可以用的事 是啊 就算我自己有個感覺 就是上Facebook也是 就是 按完看完自己的東西 看看別人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東西好看 然後又再按自己 會不會有人讚好 新的東西 其實浪費了很多時間 Stanier說回來 除了你那個 找工作的小小奇遇之外 我想從你做現在的工作 到現在 都有沒有兩年 年多 年多 當中還有沒有 你覺得你五點鐘起床 令你覺得你肯做工作 特別的奇遇 或者得著 我想其實其餘就不敢說 但是我相信其中一樣 剛才也有提過 就是 當我每天早上六點多鐘回去 開始工作 通常我可能忙到八點多九點 就去吃午餐 在這個時候 因為公司就是 落地玻璃 看一看樓下 中環 人們剛剛下巴士很匆忙 搶一份頭條 搶一份AM730 然後夾著 拿著一杯Starbucks上班 那一刻 其實我有時都問同事 你覺得我們好像被人先走了幾個小時 人們剛剛上班的時候 我們好像忙了半天 其實那個感覺就是 你可以說 好像幾愚蠢 但回想想想 又好像被人多賺幾個小時 贏了人 就是跑到人家的前頭 我同事一起計算過 每天多工作四個小時 一個星期 五天 二十個小時 其實一年下去 我給其他人的工作經驗 甚至多了很多 我好像做一年兩年 還是做兩年 你說說 你真的想很羨慕 投資研發行員 做工 但最近 故事 亦不飄移 你覺得你五時 直接說 保住你份工作 升職加薪 很有好處 我沒這麼功利 為什麼我要這麼早 因為我比較junior level 老闆當然是晚一點 早一個回去看報紙 告訴老闆今天有ABCDE那麼多的大新聞 待會他們會問你這些 然後老闆就問你準備好DCEF 什麼都準備好出來 待會我給人問的時候可以說 所以我相信是幫到老闆 但未必好像剛才說的那麼功利 即不是直接那麼功利 但亦是證明你的價值 人家不肯五點鐘起床看報紙 你就五點鐘起床看完所有的新聞 即是如果我是老闆的 我不想五點鐘起床 最好就是一個人肯五點鐘起床 幫我做了他的事 即是賺取了那個時間 即是老闆都可以 即是我開麵包店也是 我做老闆 我當然不想我三點鐘四點鐘起床 請個人來做菜份的 你先拆一下 我進來焗就可以了 即是你拆不完 我最多六點半回來 七點鐘回來我就有麵包賣 我經常都覺得這樣 老闆請我回去 我也是一個崩妹 其實是一樣的 即是每個人都有自己存在的價值 即是問題是你肯拋身出來做 我想最主要是 很多事情好像剛好就是 我自己是一個早起床的人 所以就剛好配到這份工的要求 可能剛才你這樣說 有些80後比較是夜睡的 可能會有另一些工作 即是對的 但我認識很多朋友 即是不知道我以前自己的行業 多數都是做記者 我自己做記者的年代的時候 是不睡覺的 不睡覺 怎樣不睡覺 點到三四點 你都不願意睡 即不是在說稿 不是在說稿的 有時可能有時是在說稿 其實我們的時間管理 大部分 即是我這樣說 都幾多人的時間管理 是出事的 即是做記者這個行業 即是可能有很多都可以的 即是我不是拆掉所有的 即是因為簡直是控制不到時間 譬如突然間有突發 有些稿 你一定要很趕 幾點寫 四五點可能要交稿 又或者是下午才採訪完 你晚上趕回去做 即是搞到日夜瘋得很厲害 但有時你中間起床那段時間 是很長時期你睡了 即是他們會這樣想 即是假設是做娛樂 做娛樂那些 那些明星哪有這麼喜歡起床 即是坐在房間四五點才有 即是我早上去上班才蹲下 即是如果要你上班 有些不用的 就可能出去採訪 借尿頓走去之類 又或者是中間那段時間 我晚上都做到四五點 我不睡到六七八個小時 即是會有很多這些 例子去令自己起不了身 那我自己也有醒覺的一天 我就是一路做記者 發覺我上午其實真的沒有事做 我睡是不是真的要睡這麼多個小時 即是晚上我當我三點睡 那我睡到 我真的睡到十二點 以前有一段時間 浪費了這段時間 落跪了這個光音 我就說我一定要開始醒覺 起碼我早上去曬太陽 雖然也不是去做工作上的事 但我都蛇了出去 可能曬太陽 即是好像你所說做運動 即是習慣了要早上起床 然後下午我真的要做採訪訪問 或者要去餐廳試吃 那段時間就做事 但我覺得時間管理是最重要 即是你說習慣可以怎樣去改變 是一下子的 即是突然間你叮咚 那你覺得我需要這個改變 令到自己醒覺 但是你怎樣去實行 這件事是比較困難 因為那些人的時間管理是錯了 可能不知道你們兩位讀書時期 即是比較聰明 即我有些朋友他們不是說讀書很好 他們都是晚上蒲露天罡玩到瘋 即是他已經從小習慣了 搞亂了自己的生理時鐘 你要由他開始調整 不是說真的貼張紙仔在床前 已經是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即是我覺得 不過習慣我想都是逼出來的 即是其實你這樣說 即是我們經常說 即是早起床是其中一件事 那如果你真的想早起床 即是可能你設定三個鬧鐘 即是然後叫媽媽叫你起床 叫朋友去逼你 即是有志者事竟成 不過我想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想強調一件事 即是其實不只是早起床這件事 其實做人你都是要穩一點 你逼自己做 可以真是叫老土點這樣 努力向上的事 那麼堅持去做 最終都有些成果 那我們第一節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第二節回來 再跟大家見面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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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